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小李同学人生当中大学的第一堂课 睡得最生梦死 全班同学也没什么心情听课了 基本上隔一会朝他那边瞥一眼 就这么个风云人物惹祸惊 是个人都会好奇 黄新坐在另一边心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很想过去跟李高楼聊几句 但是却总觉着在上一次的事情过后 他跟李高楼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 尤其是当时啊 叶琉璃可是不顾一切的冲出去了 并且这几天的时间里 叶琉璃更是毫不顾忌的告诉了每一个人 他喜欢李高楼 发了疯的喜欢 李高楼的所有手续都是他办的 至于啊 这两天缺的课都是他在帮忙交作业 这个女生所有人都说他疯了 但是黄新对他只有说不出的羡慕啊 他羡慕自己没办法像叶琉璃那样 无所顾忌 可以向全世界说出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像他一样 仅仅隔着几张桌子的距离 却是没有勇气过去 最终小李同学是被王赵岗给叫醒的 睁开眼睛的时候 小李同学的脑袋有点犯蒙 跟着他听到王赵岗低沉的声音 兄弟 你可能有麻烦了 听到这话 李高楼总算是回过神了 跟着他把目光转向了王赵岗 这家伙的模样 跟之前一样猥琐 尤其是他那双眼睛 哪怕一本正经 都好像是春水荡漾 骚媚难言 很难想象 一个男人居然会是这副模样 琢磨着王赵岗刚才跟自己说的 李高楼下意识地问 什么麻烦 桃花节听过没 王赵岗咧嘴一笑 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本子 紧接着 李高楼就听着他拿着本子 开始在那嘀咕 从前天到今天 三天时间 咱宿舍一共收了两百多条求爱心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跟你是一个宿舍的呀 说到一半王赵岗咧嘴一笑 这李高楼觉得非常古怪 如果不是觉得实在太过无聊 他真想看看 就这么一个猥琐流的年轻人 是如何考到京师大学的 凭运气 至于说什么求爱信之类的 他更加没当回事 看着李高楼的态度 王赵岗有些郁闷 你一点都不关心 就不打算找个女朋友 刚上大学一帮年轻人 都是从高中那种极度压抑的环境之中解脱出来 所以很自然的都渴望能够在这美丽的校园里收获一份美好的爱情 结果呢 李高楼因为一场汇报演出 几乎抢走所有的风头 现在收到那么多求爱心 王赵岗眼睛都红了 偏偏李高楼满脸无所谓 小李同学左右看一看 这就你说的麻烦呢 这不是麻烦 关键是有人为你打起来了 而且两个女孩来头都不小 他们相互去挑战 要一同追求你啊 王赵岗将这番话说完李高楼是真懵了 打起来了 还为了自己 哪怕小李同学见多识广 但这种事头一回见呢 疯了吧都啊 自己一个都不认识 你们打个屁打呀 还挑战 现在你知道了吧 算不算是麻烦 看着李高楼表情终于有了变化 王赵岗乐呵了许多 他之所以跑来跟李高楼说这些事啊 单纯就是为了看热闹 事实证明他挺成功的 至于说李高楼很快恢复平静 他来京市上大学的目的 实际上大概跟其他人都完全不同 或许在这之前 他还想着是不是在这学点东西 但是现在小李同学的主意已经完全改变了 待在这所学校里 他只是为了清静 就比如刚刚 可以放放心心的在课堂上好好睡一觉 就好像是回到了高三课堂的某个午后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死部 也没必要去经历那些生死危机 面对那些绝望和痛快 他只是在听着课堂上的东西啊 有些迷惑的时候 前边啊挡上一本书 闭上眼睛踏踏实实的睡 任意有口水流在桌面 然后因为呼声太大 被二狗子回身一巴掌 然后突然惊醒 很多时候 机遇带给一个人的东西 并不都是收获 同时也代表着 他终究失去了某些东西 并且永远都不再回来 所以李高楼不想理会这些事 尤其是等他离开学校之后 还有很多的事情在等着他呢 就这样 上午的课程很快结束 因为王兆岗那些话的缘故 所以李高楼啊 专程戴了个帽子 他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从学校离开 结果他这边刚出教学楼 刚刚拐了两个弯 就看着叶琉璃了 这女孩啊 就好像第一次 见到李高楼时候的笑容一样 我说过 你甩不掉我的 叶琉璃穿着很简单 白衬衫 蓝色牛仔裤 一双小球鞋 但是偏偏 他身上有种跳动的东西 周围人很多都没有 并且真正能够 带给李高楼温暖 说实话 如果现在面对的是 叶琉璃之外的 任何其他的一个女生 李高楼一定 毫不犹豫的就走了 小李同学 从来不是一个 儿女情长的人 更不会烂情啊 但是他没法 对叶琉璃这么做 这女孩 李高楼 已然把他当成 是自己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尤其是那天晚上 拳击俱乐部 他疯狂的冲出来 想要替自己 爆炸伤口 那一幕 小李同学无法忘记 于是 看着叶琉璃 一脸俏皮的模样 小李同学 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行 算你厉害 我刚到学校 就被你堵住了 请你吃饭 想吃什么呀 叶琉璃 就是那种 无论何时遇到 都会让人心情 变得好起来的女孩 哪怕她就是 专程在这 堵着李高楼 听到李高楼 这句话 叶琉璃 笑得更加开心了 那两个眼睛 都眯成一条缝了 她双手背在身后 叶琉璃啊 微微颠着脚尖 这可是你说的 学校门口有家小食店 我们不错 你请我吧 李高楼听完之后 也笑了 没问题 那走吧 之后 两个人就要离开 结果就在这时候啊 突然间 一阵跑车的轰鸣声 伴随着某些人的惊呼声 就从李高楼身边 这条道路上 有几辆黑色跑车 直接冲过来了 正好这些车 是正对着叶琉璃 叶琉璃完全吓傻了 瞪大眼睛 不过车子在距离 它有两米多远的位置 停了下来 还带了一点小飘移 轮胎正好啊 将地面上的草坪之中 流出来的水洼 给溅了起来 这些水 可都溅在叶琉璃身上了 它那白衬衫 整个就脏了 那都看不成了 脸上 都有水珠往下流了 在所有人都发呆的时候 另外一边又有车的 轰鸣声响起 这次是辆红色的跑车 同样呼啸着 停在李高楼 跟叶琉璃的身边 这一次对方更加过分 距离叶琉璃啊 就只剩下一米的距离 女孩如果不是 被李高楼拽住胳膊 或许就倒在地上了 周围所有人哑然的时候 这两辆车 却响起了一场 嚣张狂妄的声音 朱月若 你个骚货 挺快的呀 我告诉你吧 王新月 李高楼是我男人 你别想跟我抢 说着话 两伙人都从车里下来了